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亚加达东区布罗马斯一处豪华住宅内 昨天凌晨发生了一起室内抢劫凶杀案 造成六死五伤凶手一前套 事发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警察总部的网络行事侦查小组就有关互联网上 大批的外劳涌入国内的谣传 持续地展开追查 而国会地球委员会也对国内的外劳加强了监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在珍珠港与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观的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发表了讲话 亚加达东区布罗马斯一处豪华住宅内 周二凌晨发生了一起室内抢劫凶杀事件 造成六死五伤 目前凶手已经潜逃 事发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昨天早上发生的这起抢劫凶杀事件震惊了当地的居民 事发的时候呢 室内的十一人被反锁在洗手间内 其中五个人包括业主业主的儿子 以及其友人以及两名司机 在这起抢劫事件中不幸死亡 而其他五人因为伤情严重 目前还在院接受治疗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潜逃的凶手 事发的原因也正在调查当中 既抢劫凶杀案发生之后 警察立即封锁了现场寻找线索 我们现在来连线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张经历 让他来告诉我们现场的情况 经历 袁玲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布罗马市抢劫案的案发现场 目前呢 到现在在这里还没有任何案发现场调查活动 守卫的警察有五个人 然后刚才在九点的时候 其中两个人进去屋子里面 然后刚刚已经出来了 那么现在呢 房屋呢还在封锁的情况下 昨天遇难的六个人当中 其中三个人就是屋主 以及两个女儿 在今天早上已经移到了布罗马市住宅小区 他们在接受清洗后 目前已经送往阿刀把清真室 然后待会在十点的时候 将送往丹纳布谢公墓安张 而另外三个人 就是屋主女儿的朋友呢 将安张于麦克西 而另外两个司机呢 将安装于马朗和布罗马里格 然后警方在昨天早上和晚上 已经进行了两次案发现场调查 没有发现有丢失的东西 警方表示他们还在进一步调查 真正凶手以及动机 那么遗体呢 在接受了大概九个小时的实体检验后 在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 已经还回了给家人 好的 谢谢张经理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警察总部网络行事侦查小组 就有关互联网上 大批外劳涌入国内的谣传 持续的展开追查 而国会第九委员会 也对国内的外劳加强了监管 最近网上传出有关 1000万名中国非法的外劳 进入国内的谣言 准备总统搏斥了这条 别有用心的谣传 并且要求警方追查和严惩 谣言的散播者 警察总部的公关处的主任 李克宛多准将 卓尔表示 网络行事侦查小组 就有关这项非法传闻 持续展开追查 而国会第九委员会 也对国内外劳加强了监管 很抱歉 刚才技术出了一些问题 一批大学生 以传播憎恨为由 周二向亚加达警方 举报了 伊斯兰捍卫阵线组织的主席 希哈普 来自学生和平学院的 一批大学生 周二携带了 包括录像带在内的物证 抵达亚加达警署 并且以传播憎恨 破坏宗教和谐为由 举报了 伊斯兰捍卫正线组织的主席 希哈普 据了解 此前天主教大学生组织 也以蟹毒宗教为由 举报了希哈普 东兆瓦省贪污刑事行动法院 周二以无罪为由 宣布释放东兆瓦省工商会馆 前任主席拉加拉 东兆瓦省贪污刑事行动法院 周二开庭审讯有关工商会馆 前任主席拉加拉涉嫌贪污善款 议案 法官团的主席苏比诺认为 控诉检察官所提交的控诉 控状无法证实被告的罪名 为此宣布释放拉加拉 此前控诉监察官指控拉加拉 涉嫌贪污善款的罪名成立 要求法官判处被告六年的监禁 罚款五亿顿 政治司法安全统筹部周二举行协商会 达成了确保新年期间 维持国内安全的协议 政治司法安全统筹部周二举行协商会 反恐机构主任苏埃尔迪 资讯通讯部长鲁迪安达拉 警方刑事侦察处的主任阿里多诺总监 警方公关处的主任阿尔玛总监等 出席了会议 共同讨论有关新年期间 国内的保安事宜 并且达成了加强各重要地点的保安措施 以确保国内安全的协议 好 我们来看过去方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在珍珠港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观了 亚里桑那号纪念馆 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发表了讲话 在亚里桑那号纪念馆 日美两位两国的领导人 将花瓣撒向海中 以纪念那些在二战珍珠港 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 秀极斑斑的沉船 仍旧清晰可见 当时一千多名美国军人的生命 跟随着沉船在这里被埋葬 美国总统奥巴马强调 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 是一个历史性的姿态 展示和解的力量 这一举动也提醒两国人民 战争的伤痛 可以为两国人民的友谊让路 安倍晋三是首位 到访亚里桑那号纪念馆的 日本首相 也是首位与美国总统 一起到访珍珠港的日本领导人 好我们先进段广告 回来之后呢 将带大家一起去回顾 2016年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别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去收看美国新闻 2016年呢 马上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当中 印尼各地也发生了多起 大大小小的重大事件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 跟随镜头去回顾一下 亚加达中区 潭林街 沙利纳大楼前 2016年 1月14日中午 10点35分 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 两名恐怖肇事分子 持枪袭击了 沙利纳大楼前的警卫所 引发了一连串的爆炸声 造成九人死亡 经过十个月之后 亚加达西区国家法院法官团 将其中一名被告 赫尔敏判处四年监警 左国会总统 1月21日 在西爪哇省西万龙县 垫下了第一块基石 象征了亚加达万龙高铁的开工仪式 迹象高铁工程 铁道全长142.3公里 沿途共有四个车站 由国营企业财团和中国合资兴建 工程耗资55亿美元 预计2018年年底建成 2019年开始通车 3月9日印尼民众观赏了千载南逢的天文景观 就是350年一遇的日泉石 印尼是唯一可以从道路上 观赏日泉石的国家 在印尼 该难得的现象发生在12个省 但只有在8个省可以真正观赏到日泉石 3月13日 国家羽毛球混合双打选手乔丹和苏山多 在2016年全英羽毛球决赛中 以两局胜利的辉煌战绩 击败了丹麦选手尼尔森和克里斯蒂娜 走破冠军的荣弦 为国争光 上千名亚加达继承车司机周二 3月22日 涌上亚加达的街头进行抗议集会 再次要求政府禁止在线出租车在印尼运行 他们认为在线出租车没有遵守交通的条例 没有向国家交税 在非法营业的情况之下 夺取了传统继承车司机的生计 中爪哇省苏罗市地方警署开斋节前一天 7月5日早上发生了一起自杀性恐怖袭击事件 一名摩托车驾驶员实践了当地警署院子里 自行引发爆炸 当场被炸死 警署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后发现炸弹的爆发力低 被放置在电翻包里 经过身份检验辨识之后 确定死者名叫鲁洛曼 随着精灵宝可梦游戏在国内的盛行 为印尼民众和社会带来无可避免的困扰 游戏者有可能为了捕捉游戏精灵 而进入禁止或危险的区域 为了确保重要的区域安全 总统正式颁布禁令 禁止任何人在总统府和周边地区玩宝可梦的游戏 8月17日印尼的羽毛球选手阿玛德和纳希尔 在奥运混合双打决赛中 击败马来西亚选手夺冠 为祖国献上首美金牌 而斯里瓦尤尼和エコユ尼拉湾 两位举重选手 也在奥运上赢得了银牌 为国争光 11月4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成千上万激进派穆斯林举行针对省长的游行示威 要求立即逮捕亵渎伊斯兰教的雅加达特区省长中外学 政府专许群众示威 但要求必须保持首都的治安 示威行动至傍晚和平进行 却从晚上开始依然变成暴乱世界 近11月4日的大游行之后 雅加达再次在12月2日发生了大游行 当天的游行和平进行 总会总统甚至意外地亲临游行现场 暴雨在民主纪念碑广场参与祈祷会 与此同时警方代付了八名嫌疑人 涉嫌发动推翻政府的阴谋 经过调查之后 警方决定将其中三人扣押 另外五人被释放 亚齐省比提查雅县 12月7日凌晨5点10 发生了李氏6.4级的抵震 根据印尼国家抗灾机构的统计资料显示 死亡的人数达到了103人 左贵总统连续两次飞往灾区 探望灾民 警方12月10日下午在西角瓦省 乌加西扣押了三名恐怖嫌疑人 包括两名男子和一名妇女 该妇女计划12月11日在总统府前进行自杀性袭击 印尼央行12月19日发行了新紙币 左贵总统出席发行仪式并要求国内民众热爱 在所有场合使用印钞票 央行本次发行的新纸币 除了七种面额不同的纸币之外 还包括四种印币 几乎所有的烈士和印尼建国政府总统苏加诺及哈达的肖像印在钞票上 警方反恐怖队 12月21日早上分别在国内四个地区 破获了恐怖预谋事件 万丹省的当格朗市南部 北苏门达纳省什尔当 白夜公布市廖群岛 总共有七个人被扣押 击毙了三名恐怖分子 美族新闻 张经丽 温子静 综合报导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说呢 要到大家去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城市卡拉尔科 滑雪圣地 感受当地的自然风光 马上回来 欢迎去收看美术新闻 这个环节呢 我们将会带大家去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城市卡拉尔科的滑雪圣地去看一看 那里每年因为完善的基础设施 天然的滑雪场地和迷人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冬季要比往年提前一个月到来 须月底 卡拉科尔滑雪场的山川松白 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雪 全国23个滑雪场中 已经有18个已经开始开明的游客 新年来卡拉科尔滑雪场不仅受到本地滑雪爱好者的喜爱 也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 与欧洲出名的滑雪圣地相比 卡拉科尔滑雪场与其优质的滑雪道 良好的天气条件和市中的价格 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客 来自中国的游客 乘客乘出环也因为便宜的滑雪价格勿命而来 这些地方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风格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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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 热雪的滑雪很高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是很高的 最重要的是价格是很高的 价格是很高的 在苏联时期卡拉科尔与杜贝 最后在2014年经过全面翻新 已经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冬季运动 新年 吉尔基斯斯坦的滑雪季将从11月 持续到明年的四月更新 美国新闻电影报道 今天美国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